Hello 酷狗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我的新歌《门》已经在酷狗音乐上线了 记得来收听 听歌追剧 两不悟 我在酷狗等你 周深现场花间令主题曲 新歌今日上次 周深又发新歌了 由周深现唱的电视剧《花间令》主题曲《门》 已在今日上午10点上线 MV也同时发布了 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 柔尽细腻柔美的旋律里 将剧中那份浓烈情感娓娓到来 曾挣扎出几番轰烈爱恨误入新门 愿不负相思沉浮 一举情深静待花开 3月14日 新华网连续爱特周深两次发播 说伴随周深的小美满 让我们与高铁一同时往春天 发了以小美满做BGM的高铁 开进油彩花海的视频 第二次发播说 伴随周深的花开旺忧 让我们一起打卡春天里的中国 发了以花开旺忧做BGM的 杭州法喜寺500多岁古玉兰 现实绽放的视频 另外就在同一日 新华社也以周深追赶春天的人 为BGM发了云南哈尼梯田的美景 自小美满上线后 新华社 新华网 人民日报等各大官微 天天用小美满轮番轰炸了一番后 又开始了一系列整活 和春同光 牙 追赶春天的人 春天到万家 花开 甚至连只是偶尔翻唱过一次的 好春光都被拿出来 开始轮番轰炸这个春天 周深半个月没营业 又好像天天在各大官媒营业 笑一笑就灿烂 唱一句歌就舒展 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 都是幸福的花样 没道理的开朗 打扮平凡的日常 找到自己最和声的一生 只要自己够喜欢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 还在夜里看月亮 心情不得再满 也要留一身天窗 岁月很长 一看小狗在张树 也会笑风生在泪里呢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 迷迷糊糊的浪漫 只要一张心 来床灯撒完 阳光的温暖 不去想 不必想 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 你愿相信什么 就把世界看成什么样 偶尔难提着点重量 也要轻轻地旋转 所以无论如何 记得不管 小小的梦幻 笑就好 哭也好 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 中文同名主题曲 《临雅之旅》发行一周年的日子 2023年3月17日 在《临雅之旅》 北京大学首音礼上 周深首次正式演唱了该歌曲 并与导演 现场观众 进行了有趣的互动 新海诚导演 对周深演唱 《临雅之旅》的大力夸赞 新海诚导演说 你再次让我感到 中文是这么美丽的语言 把广阔宏伟都唱了出来 就像微风扫过广阔的大地一样 同年5月2日 上海魔都制造音乐节上 周深第二次演唱了《临雅之旅》 风铃纯净的嘟嘟嘟 绕两三日语音不绝 歌曲发布一周之际 腾讯音乐《尤尼榜》官位 回顾了其成绩 歌曲于2023年3月14日发行 在腾讯《尤尼榜》再榜37周 23次进入Top20 以97.72的最高得分 拿下2023年第12 13 16期冠军 获得六次五大维度 单向得分Top1 并拿下腾讯音乐榜 黄金单曲《尤尼榜》 2023年度十大歌曲 年度十大电影OST 年度十大动漫OST 年度十大K歌热度歌曲 再榜醉酒歌曲等多个奖项 音乐和电影都大出圈了 优质音乐与电影本身相辅相成 好音乐大家都喜欢 愿她的音乐永远伴随着我们 让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歌声 让她的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美好的一部分 周深擅长模仿 这是在娱乐圈公开的秘密了 她多遍的声线也造就了她人工智能的称号 在音宗生生不息里 周深又整活了 教古剧机模仿500老师唱歌 不能说有点像 只能说一毛一样啊 就连咱们的甜心教主王心灵都直拍手叫好 甚至也亲身纠正古剧机展示了一段 当然提到周深模仿 就不得不提到猪将名场面了 当这段采访被播出时 周深粉和不是周深粉的都沉默了 诶 助教怎么模仿来的 当然还有懒洋洋 懒洋洋最喜欢宋亚轩了 小萝莉 宋亚轩宋亚轩 你现在在紧张什么呢 老巫婆 只要你吃了这个苹果 就连模仿她老师那音那也是一诀 网友都说这至少得一顿吃一个那音吧 我的老师那音老师她说 嘿 怎么在走廊上遇见你 你不理我呀 他不是这么说话 我只是稍微夸张了一点 说完不正经的 咱们再说说正经的 你以为周深只有在语言上才有这种特异功能吗 那就太片面了 在唱歌上也是运用自如 为心愿电影现唱的歌曲 一人是二十八角 这声音真的是让她完明白了 You're a star Yeah You're a star